站在法庭席位上的就是现代盗墓组事业之称的姚玉中 被抓后的他警察这样评价道 随后在法庭上当他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的消息后 他恳请国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并说到现在的考古专家100个都比不上我 不杀我我可以帮助文物局找到秦始皇陵的入口在哪里 姚玉中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16岁的他靠着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的绝火走上了盗墓这条路 在他的30年职业生涯中靠盗墓成立的团伙组织200多人分布于全国各地 并非法偷到贩卖文物获益价值超过5亿 姚玉中不仅盗墓专业知识强而且还拥有非常高的反侦查意识 因此在30多年时间里屡屡让他逍遥法外 随着名气的增大 盗墓圈里的人也将他的本事传得神乎其神 会看天象和山川走势 能根据星斗的位置和手中的罗盘在方圆百里内确定一块墓穴的位置 他一般白天独自踩点 晚上才带领团伙成员实施盗绝 久而久之 姚玉中因其盗墓绝活和从未失守的绝技被盗墓界尊称为盗墓祖师爷和关外第一高手 我们都知道盗墓里有一种叫做洛阳铲的实用性工具 但姚玉中进入盗墓圈后发明了一种叫做渣子的自制工具 它的实用性比洛阳铲性能要高 通过把渣子扎进土里拔出观察渣间的颜色变化 可以判断地下是否有墓葬 不仅如此 姚玉中脑子灵活还用上了罗盘仪金属探测仪三维立体成像仪等现代化的探幕工具 2015年5月 公安部宣布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盗墓案告破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 而姚玉中就是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的大哥大 当他被抓后警察在他的豪宅内搜出大量的国家级文物 价值不菲的青铜器扳指马脑珠串和5000年前红杉文化中的玉器十一件 此时警察在查找他的账户时发现了一个意外 姚玉中的账上竟然没有一毛钱 经过侦查后发现落网前姚玉中过着十分奢靡的生活 住豪宅包养情妇出入高档会所 后来渐渐迷上了赌博 常常在赌场上豪制千金 甚至有时候直接拿出刚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作为抵押 最终挥霍一空导致他身无分文 当法官判处他死刑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便当听大喊 如果你们饶我一命 我可以带你们找到秦始皇陵的入口 无人理会 因为法律是不会相信你是盗墓祖师爷还是什么爷